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友是我们最重要的因缘 善友在哪里? 华原经 无量寿经 弥陀经 就是我们真实的善友 一定要常常读书 要体会其中的威严大义 这样修正我们的观念 修正我们的淫于造作 这叫做相应 大家常听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个句子已经变成口头禅 谁都会念 可是怎么想 知道的人就不读 这就说明大经不可不读 大经不能不研究 清一天读诵 清一天有领悟 这就是进步 一天不读经就后思乱想 必定读读 所以读经一定要伸结义趣 一教奉行 导致我们自己进进不退 这一点非常重要 必须把这些意理 观念 方法应用在生活上 我们就得到真实的生活 得到真实的利益 证实 佛在经典上讲着正确 而没有故事 这就叫做正果 信结 行正 正的是什么 这就是证实 证实佛所说的 没错 所以一定要从行当中去证 能持入到正的境界 那么你的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 希望我们好好地去体会这个意思 你解的不够透彻 解的不够深 所以你在行的时候不得理 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 这个我高兴 那个我讨厌 不能真正把自己的烦恼离开 把自己的成见放下 恢复到自己的清净性 如果你用清净性 平等性 处思 就不一样了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你就跟佛菩萨贴近 虽然没有成佛 成菩萨 你已经靠得很近了 如果你的觉悟提升了一层 高一等了 你真用功 你知道三界很苦 你知道佛陀的教诲非常宝贵 你信佛 读经求解 我不但要读经里面所说的意思 我要懂 我要明了 不但要懂 要深解义去 我要解得深 要敌解得透彻 我也肯认真努力去做 这个地位呢 要观醒佛萨 六级佛里头 观醒级佛 这是功夫得力 能够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控制住了 虽然烦恼吸气没有断 但是 不会现行 这样的人呢 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 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得生 生凡胜通知处 听经 读经 研究 要善天善舌 要真正能体会经典里面的意识 经干经商 世尊教我们 深解义去 我们何以不能够深解呢 不能体会呢 是自己心里面有障碍 障碍是什么 总而言之不外乎 妄想分别之主 这个里面最严重的 就是自己错误的看法想法 如果不能写气 不能恢复清净心 真诚心 我们读经 听经不能其辱 入不了佛菩萨的境界 我们念佛不能得意心 不但是一心得不到 功夫成篇都得不到 这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深深反省 要求要把这个毛病造出来 把这个病根消除 我们得到文法念佛真正的效果 真实的功德利用 修行要发长远心 决定不可以退险 非常可惜 现在社会上 学佛的人多 不肯度金 有些人度金 不求解义 那有什么用处 有些人求解义 不往深处求解 还是做糊涂寺 还是没有办法成就 佛在经上也在劝道了 深解义去 这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 深解 用什么方法深解呢 用一心 用清净一心 心愈清净 你解得愈深 解得愈光 心怎么样清净呢 放下 你放下的愈多 心就愈清净 愈清净 你的智慧就愈光 智慧往外头 宇宙人生真相 这才大败啊 才看出原来是 念念不住 刹那生命 再往西一块 才不生不灭 所以我人众生受这 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不存在嘛 你才能够正到这个境界 我们明白这一段事情 才知道 一门深入 长时间熏修的重要性 你不听经怎么行 不读经怎么行 佛说经的内容 分为教理辛苦 我们要怎样去受持 要怎么去听 要怎么去读 清净大师在这个经上 教给我们方法 信解行政 我们信佛的教诲 我们解佛的理论 依照佛的教会来修行 最后才能得利 得利就是真果 你会过日子了 你会生活了 你会做人了 你会应酬了 那就是你现前得的果报 从这个果报 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从真小果 逐渐逐渐 真大果 先做的小菩萨 慢慢就做大菩萨 菩萨摩佛萨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就是方东梅先生 往年所讲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不入法界 不是最高的享受 入法界才是最高的享受 这个高超过六到超过十法界 其如这个境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易如反掌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自在无爱 哪里还有怀疑呢 哪里还有忧郁呢 这个法门 任何一个人 一生都可以去的